哈喽各位同学好 我是众多老师 代表老师 今天老师要带来的是 首先同学们要注意到 在美式英语的拼音 跟音式拼音语的方向 有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 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SE结尾的美式拼音法 拼读法 跑到音式的时候 有可能它是ZE的结尾 也就是SE 有可能跑到音式 它其实是ZE的一个拼读 那这是第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讲的NSE 它其实有两种发音 第一种我们就是念 轻音化的NTH NTH 第二种是拼音化的NZ 也就是注意到S的轻音化 或S的拼音化 那当同学们要做一个 什么样子的判断呢 要注意 很多声词在一结尾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动词 也就是当我们发现 这个声词 它是动词时 它的SE的拼音词 我们就会发音为Z 而不发音为S 发音为Z 而不是发音为S 所以这是需要一点 单词的记忆 也就是你必须先了解 这个声词 到底是动词 还是名词 才去可以做一个 到底发音是为轻音化 还是拙音化 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声词 都是利用ALU 加上NSE 的一个尾音的结尾 那注意 当它是NS 再配上结尾E Silent E 不发声的E 那我们会形成 圆斧斧E 记得 一个单元音配上NSE 就会形成 圆斧斧E 记得圆斧斧E 跟圆斧E 并不是同样的规则 而老师教过NS 我们讲的NSE 也就是圆斧斧E时 多半都会发音为 短元音 但是也不一定 不过多半是发音为 短元音 ALU的短元音 所以同学们利用 ALU 配上NSE 来跟老师做一个练习 今天的三个声词 第一个声词 C-L-E-N-S-E Clea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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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 D-E-N-S-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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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的 S-E-N-S-E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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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 所以同学们又注意到 这三个声词都是se结尾 但是有其中一个发出z 所以请你看一下我们的教材 去看一下哪一个是发音为z 听起来很像 但是有一点稍稍的一点点小小不同的地方 CLE-ENSE CL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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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 DNSE DA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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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的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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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 希望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多加练习